高雄一名黃姓患者平常在療養院休養 4號因為低血壓遭送醫 卻被抓去開刀 民生醫院遭控 嚴重疏失 開刀開錯人 醫院哀哄真的很離譜 黃姓患者低血壓中風住院 同一個病房內還有另一名張姓患者 張姓患者胸腔有膿包 需要開胸腔引流手術 但被推去開刀的卻是黃姓患者 沒有被確認首圈辯識身份 誤開錯人 雖然不是大刀手術 但莫名其妙胸口被開洞插管 這個病人事實上是中風的病人 然後他沒辦法表達 他病人辨識方面沒有依照SOP 病人開刀前需要過五道關卡 從公有病房護理師 手術室護理師 麻醉師和指導醫師 五個人都要反覆確認首圈和病例 但通通沒有依照SOP來 等於連續十個疏失 造成開刀開錯人 正常SOP由開刀房護理師通知病房護理師 接著確認患者身份 但當天卻由主治醫師自行通知病房護理師 釀出一連串錯誤 遭記兩個打果 那因為主治醫師 他沒有依照既定的流程 那導致我們開刀房 還有病房 還有公有的作業 就會進行一連串的疏失 屬醫療業務管理師明顯疏失 製造成病患傷亡者 除以新臺幣五萬到五十萬的罰款 民生醫院推錯病人開錯刀 衛生局可罰最高五十萬元罰款 主治醫師違反醫師法遭懲處 但對患者家屬來說 家人無緣無故胸口被開了一個洞 實在難以接受 借黃勳松沛城高雄報導